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採訪 要為大家請坐小海哥 小海哥 你好 你好Lucy 你好《看中國》的觀眾大家好 是的 我們今天的內容很豐富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第一個話題就講一講 現在是深圳的奔利阿姐 發世濫爪 不過現在這件事都要發展的 發酵到它又被人在底 接著可能中共的官方又會調查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一開始這一集 我們就不要講一些嚴肅題目 就講一些juicy一點的東西 就比較上我們的身邊 就經常或者都會撞到的事 發生的事 就是我們經常說 有什麼事 比遇到一個潑伏更加頭痛的話 就遇到兩個潑伏 但是這個深圳這個所謂奔利阿菇呢 就不要說是女士情阿菇來的啦 就是女什麼事啊 就是那種失疑啊 發瘋啊 發爛渣啊這些 這些事呢 首先啦 香港不多見的 香港不多見的 有幾個層次去看的 我們逐個剝洋蔥這樣寫歌和大家去講 第一 跟人吵架的時候 那些女士就很有趣的 往往很喜歡 那些人吵架啊 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家裡怎麼這麼厲害 就是喜歡曬自己的家當出來 這些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水準的高低 水準的高低 第一 大家信不信他有五十輛奔利呢 那我就不信的 老實說 我信他有錢買奔利 他就自己開一輛奔利啦 奔利不明的 盧斯羅斯之後就是奔利的啦 但是我又喜歡 盧斯羅斯不是自己開的 奔利可以自己開的 就像阿華房車 英國的車 那我自己本身是喜歡奔利的 如果你有奔利的話 盧斯羅斯我喜歡舊款的盧斯羅斯 就是老洋車的那一款 就是人工手機 手機打造 喏 他說有五十輛奔利 奔利 奔利 老實說 如果你有這麼多錢買奔利 五十輛你就算囉 一輛兩百萬左右 五十輛多少錢啊 成億的啦 大佬 真的 不是喔 十億啊 是不是呢 一架兩百萬兩百萬 五架一千萬 一億 一億 不是十億 一億 一億 喂 成億 就是你有這麼多錢的 你硬喜歡奔利 你都不會買五十輛這麼多啊 你以為鞋子嗎 和我同一款幾個顏色各樣一對 不是這樣的 concept 買奔利 你一定是奔利 硬喜歡得好 頂多三架四架才停的啦 就是一個Sportcar 一個豪華一點啊 一架或者 七人車之類啊 就是不同款式啊 玩一架老爺款一些 這些已經夠了 你已經說不到第五六七部的了 五十輛 你擺明呢 就是叫拋人啊 我們叫拋籠頭 就是笑料啦 就是這樣是恐怖水長 拋籠頭下人 一下就笑一笑啦 如果你有這麼多錢 你買五十輛 你真的會被人笑的 不會說你啊 原副 不會說浪費你多有錢 恩怨很羨慕你 只會被人笑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 就講到一樣東西一天 就是我們看了那條片呢 好笑 一個煞氣吵架嘛 一個男的 年輕一點的 不是在那裡吵架 就是這樣吵架 通常這些情況 你駕得拋籠頭 對方就駕駱駱駱駛 大佬 就是大家叫 叫烏龜御王法 就各有千秋啦 是不是 就是住的那些地方 就駕得這些車的 在深圳的話 就是像爆龍哥說的 你撞死人說我的名字 不過不要撞太出名那些 我怎麼知道是否出名 我看一輛車 就知道對方 都不是泛泛之輩啦 是不是 在這個層次我們看到什麼呢 往往我們看到的 大陸人那種吵架 和香港人 文明世界的人 去處理同一樣的事情 這種手法 老實講 在香港呢 通常出這種情況 你現在一輛車用我的車 出不了來 就算有口角就行 不會同樣有口角 第一件事就是叫管理公司 叫管理公司來跟他講 為什麼 你現在你駕得Banny 你都是磁氣不是光雅啦 而對方那個什麼 那個男人 他硬寸刀 你看那個款 看他的衣著 你是很基本判斷到 這個是司機來的 還有為什麼 Banny和努斯萊斯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我告訴你 Banny自己拿的證明有錢 努斯萊斯是請司機拿的 這個很明顯的簡單判斷 這個是司機 你跟司機撒起 所以 有失去你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 就是你有文明 受過教養的人 一看一看 笑一笑 我不需要跟你說 我和你老闆說 就是你不同的等級 不同等級的人 是有錢人拿呢 就是 蛤 這個 有錢人拿的 就是 就是 坐招就不會去逃招 但是 就是 開Banny 因為Banny始終有一些 活力型 Sport型 就是 就是 演笑自己的身份 還有 那個款就沒有這麼老餅 所以 很多人 是喜歡開Banny 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市場的空隙就是這裡 就是介乎於 就是 就是 劉沙利司機全高級的 還有一些 沒有這麼高級 就又想開車啊 但是又不想開Banny 這麼普遍 Banny不是不好 是普遍一點點 就是選擇Banny 就是 你一看到 對方 你一判斷到可能是司機 你不用跟他爭 其實這些是文明 比如說這件事 還要是我去處理的 很簡單 我就叫管理公司跟他說 我 不用跟他怒氣 你不開車 我就跟管理公司說 再來一個比較上 就是耍些手段一點的 不是善臨信領一點的 就行了 你不開車就行了 就打電話 給些什麼 什麼 那些 有力人士啊 就是黑社會啊 白社會啊 那些人呢 就是叫那些大哥 來有空沒事啊 就是自己走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就是 在那邊 跟你認他低位 沒什麼所謂 不過轉頭 你這輛車不知道為什麼 不見了幾個輪子 這輛車啊 找個大銀 找個大銀 整個車門啊 整個車身啊 什麼花哩花輪啊 或者找一些起油水啊 就是 那些古惑者最流行啊 找一些起油水啊 一幾個洞啊 一下倒轉吸上車頂上 喂 人家做那些事情 那些人 人家一罐起油水 還要拿幾個錢啊 十幾十塊錢啊 一罐子 一罐子 整個蜘蛛這樣滲下來 哇 在你的牢絲萊絲 你要重新噴油 重新燒油 你要多少錢啊 沒十萬要八萬啊 是不是啊 那看誰痛苦一點 是不是啊 你無需要跟別人撒氣的 是不是啊 第三 你說正規一些的 那老實說 啊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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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叫律師和你那個車主的律師說 就是大家用法律解決 就這麼簡單 就是不用跟別人爭論 就是不用當眾跟別人爭論 是給別人看笑話 你看現場好笑 整隻人這樣圍著在那裡吵架 沒有人勸交的 大陸很可愛 一個打架一個吵架 從來沒有人勸 因為大家苦悶 壓抑很重要 就看你們打架 有些人打打不打 摸起來就繼續打 真厲害 很厲害 我們小時候說打金絲貓 Lucy你說一種蜘蛛 中華湧球豬 我們香港人叫金絲貓 兩隻在籠子裡打 很有趣 另外外山人就說打蜥蜜 好像打蜥蜜那樣推翻了 打不准停 這樣好過癮 打打在一個糾纏之間 這位阿太就露了底出來 結果被人 真是肉酸 就算了 那個男人首先插碎 插碎立刻 躺下我被人打 又肉酸這些 直接紅牌趕出場 演技太差了 那個女人都還沒埋你身體 幹嘛自己躺下 結果她躺下那個女人還搞笑 躺下了一層 撥在那個男人旁邊 好像一個情侶那樣 兩個人在地下滾鐵沙 你搞什麼 滾鐵沙的過程裡面就露在底 真是 難聽說 香港的女人 真是 如果條紛短一點就自己作打底褲啦 在那裡遮遮遮啦 她說不是 被人揭發更好笑 被人揭發呢 說這條底褲很值錢的 很多人的一個月的人工 我對這些東西不是很在學 我就不知道 這麼值錢的一個底褲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名牌的內衣褲是很恐怖的 價錢有些是貴得很厲害的 2千塊一條啊 上一國 2千塊一條啊 哇 大佬 我沒穿過 沒見過 我不知道什麼感覺 穿著著著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蠻居的 但是很老實講 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些女人 為什麼不穿打底褲呢 大家不要忘記 有些女人的心態就是 特意穿著迷你裙 穿著很性感的 Tee bag啊 可能是特意被人看的 透過這樣來顯示自己還有吸引力的 有的 有這些什麼人呢 世界什麼人都有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女人是多麼沒水準的 結果闖禍啦 我有一句說話說 我有50個Banny 結果被人 網上現在 你就是互聯網世界很快被人起底 根據香港就犯國安法的了 分分鐘 深圳是沒事的 很有趣的啊 那不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嗎 而且一看就看到這個是高官來的 這個原來是深圳紀檢委那些什麼人來的 他就說 馬上出來割席啊 那個男人說 我們不是夫妻 我們是情侶啊 真的不要影響你啦 我們還沒有結婚證的 但是跑到大陸 我們這麼久我們都知道的 所謂情侶啊 小三啊 司機啊 在一個這樣的官場運作上面 我們通常扮演著一個叫做洗錢 洗白白的角色 就是有什麼事 就是有些什麼事 不是有些確是不關我的事啊 但是你作為一個紀檢的人 他好像負責什麼啊 好像負責免稅點啊 那些東西 發達了 你知不知道怎麼發達呢 你以前 你深圳過去這十幾二十年 你碰到免稅這兩個字的 怎麼發達呢 逢年過節 一年有三個節 一個新年啊 剛剛過了夏節的 端午一個中秋 你一定要送禮的 要不然你怎麼升你啊 水鬼升城王要靠老闆嘛 歌仔有一場啊 許官員 就是 你就要送禮 但是送禮呢 給那些官員的說 你用不了那麼多的嘛 譬如說 你在茅台 每個人都送幾支茅台給我 那我撕下十零二十零二百支 一二百支 那我怎麼辦 就交給這些免稅商店來換錢 當然你交去茅台市價一千元 你不可能一千元交給別人啊 你半價回收 那個差價又在這裡啊 是不是啊 那你都 那個官員也都收 變相來說 就收了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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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黑錢嘛 就現在這些什麼免稅 免稅那些呢 就又流回到市場 那他就中間賺回個差價嘛 所以這些位呢 是肥缺來的 這些位是肥缺來的 所以他說買到五十個Banny 我就真的信他有本事賣 一公佈了這個人 他那個男朋友 他就說老公 其實那個男的就說這個男朋友 是女朋友的 男朋友的 關係沒有結婚證的 我真的有這個本事賣到五十個Banny 但我不信他真的賣五十個Banny 這些叫被人笑 蠢的 結果又陽陽フucky 底褲就兩千塊 這樣就好了 紐estre千塊 你知道大陸的 輿論有壓力 尤其是做官 尤其是做 cockro野檢委的官 這些叫監守自導嘛 查案株겠�ak 就可以了 我想會很麻煩 老實回說 你在大陸的官場 如果你不貪 你很清白這個 往往結果就是你貪污那個被判很重的刑罰 因而這樣刁官的 所以說這件事 這個男士 找到這個撥虎 做情人 還有說說說這些女人有神奇 你看出來POSE的相片 兩年前的樣子不差 但是現在的樣子 不知道是去年還是兩年前 我網上那副相片 看都OK的 OK的 皮膚白白淨 挺漂亮的 但是昨天出來的那個相片 整塊豬肉在那裡 真是很深刻 你這麼有錢 在文明地區 你一有錢的話 就馬上保持健康 但是很明顯看到這位女士 就是暴發戶的心態 一旦有錢 哇 飛上枝頭邊鳳凰 就狂飲狂吃 又不保養自己 結果現在的身形走光了 身形走光了 現在再爆這件事出來 就給藉口這個所謂男人 一腳踢開你 一腳踢走 你這個一定的 這個必然的 所以說呢 做女士的 永遠要記住 男人眼中的女人呢 一個呢 就說 新鮮感 你要永遠保持新鮮感 就是花樣要白出 第二呢 就說你一定要學會保養 學會保養 因為男男女女都是啦 就是如果你人保養 就是人還沒到四十歲 頭髮掉了的話 就是又掉了牙 整個壞人的樣子 你都很異常 是吧 就是這個是 愛美是人的天性 所以從這件事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幾個方面 包括這個所謂 那個大陸人那種這樣的 應該怎麼說呢 那種這樣的品性 品行 再加上那種看到的官場 是腐敗到什麼情況 一個 Duty V的紀檢委 這個真的好 老實說 這些是芝麻綠豆小官 都有能本事可以去到這樣的大坎 就是在大陸的貪污 現在說貪污幾百萬的那些 就是你沒有出聲 那些已經是清官來的了 清官來的了 你看 一個芝麻綠豆小官 走懶地都數二十億的 老實說 你買得50架 給你一億 去買車的 那你不會 身家只有那一億的吧 你買車的 起碼有10億的 是不是 還有你買得車的 那你也買車房的 買車房一定要跟著那個樓市去買的 那個樓宇去買的 那你一定買樓的 還有中國人 有土著有金的觀念 肯定是買樓才買車的嘛 那你想想 推回去 你查下去呢 這傢伙肯定是買樓 買樓呢 可能更恐怖 自己名下或者 這個女人名下的樓 肯定是名下樓 就是這些東西呢 人怕出名豬發肥 你一出了名 把刀一下去 這棵韭菜就覺得甘了 我想這傢伙呢 必有大禍 所以說呢 適人呢 真是要看別人 不要立命交些潑伏 分分鐘呢 就是禍呢 禍從口出 就是這些東西 又是一個中共的經濟學家 陳文玲 在一個論壇上面說呢 西方制裁俄羅斯會面前的制裁之下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一定要收復台灣 台灣特別是進行產業鏈 供應鏈重構方面呢 一定要把台灣的台積電 這個使中國的企業搶到中國的手裡 接著 第2個女人的故事 今天講女人 今天婦女節 這個女人呢 就是中國經濟的國師級的教授 你叫陳文玲 她昨天在武漢那裡呢 就講一個論壇上面 講了一段話 就嚇人聽聞 震驚國際 她就說要收回這個台積電 因為預防美國制裁收回我們的台積電去 真是莫名其妙 台灣當然是震了啦 什麼理你的台積電 台積電從來都不是中華人道羅瓜 哈哈哈哈 真是 有這件事我們有幾個層次去看的 第一個層次 這個陳文玲為什麼要特別拿出來說呢 因為這個外傳一些政府的經濟政策 甚至一些國務院發的關於經濟方面的文章 她是寫作班子之一來的 就是這個國師 為什麼我開頭說這個 國師級的經濟研究員 真是很大卡啦 她竟然她的思維 還是停留在十八九世紀 就是海盜式的思維 自己不要花時間去發展 人家有的東西就搶掉了 台灣更何況 台灣是自古以來是我們中國的 去的東西就不是我們的東西 就是你睡醒 這些是沒有知識到什麼地步 我就算今天 我幾個層次去講 就算今天被你搶了台積電 我給你搶了 你以為搶了台積電那部光刻機 你就可以生產三納米 二納米那些 那些什麼晶圓呢 台積電馬上就這樣去講了 即是批評這個什麼言論 就算今天台積電移去美國 Texas 德薩斯 六腳 因為你生產一個這樣的晶圓 那個加工的過程裡面 它要周圍很多配套的 產業要和它一起去 你不可以突然間 創台積電 你就這樣過去 哦這樣周圍的配套 底下那塊板啊 生產那些藥水啊 它的設備啊 配套啊 維修啊 保養啊 那些冷却劑啊 這樣 它不是一間創台積電搞完的嘛 它是靠下游那些去幫它嘛 還有那些晶圓設計廠 沒錯 晶圓設計那些 你是可以透過電油啊 電子方式去解決 但是 你很多生產上面的配套呢 就算台積電自己說 它一間廠去到美國 它如果沒有下游那些的話呢 它都未必生產到什麼2、2、3納米的那些 尖端的科技 尖端的科技 它是整個背套的 就算今天被你真的拿了 人家可以不幫你的光刻機去維修 那你就死了咯 就等於俄羅斯這樣嘛 你的民航客機 現在制裁了 民航客機 俄羅斯叫做飛一架少一架 天上有就地下無尺度 你飛去天的話 下面那一架就維修了 下面那一架就飛不了了 要拆下面那架機的零件去頂一架才飛到一架 那再拖下去的話呢 極度不行的 大家看都看到的 就是focus到美羅 美羅一兩年俄羅斯的經濟是倒的 是崩潰的 雪崩式的 是誰都救不了的 大陸他這樣說 也都凸顯到一件事是非常之恐懼 非常之恐懼 就是講一些這麼失格的意義 第三個層次去看 原來這二、三十年來 一邊講統戰 一邊講 偉大中華民包括復興 兩岸同一中 兩岸一家親 講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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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要偷你搶你 sorry 不是偷 是搶 他就是要搶你 其實我們套一句很軸一點的 什麼說話是什麼呢 原來這個奶蝦帽一早看中你的美女 只不過之前跟你清卿到底是我們一家人 來到家吃飯呢 兩眼睛一瞎著你老婆 現在直接講到出口 我就看著你老婆 就是講得很軸 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我說第四個層次去看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大 世界經濟第二大 極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這個世紀 實驗偉大的民族 就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強國 這個偉大國家 偉大光榮正確 黨的領導就是偉大國家 為什麼思維不在花錢 花精神去培養人才 搞好科研 反覆研究 在這個過程中 人家制裁我們 我們不想搞 人家不讓我們搞 但你有沒有反省過 你這二三十年來 你是怎麼去做 怎麼搞科研 你去外國 你去那些民族國家去偷 做間諜 不問自採 你是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我有沒有說錯 你那個所謂千人計劃是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人家在外國全部對你那些大陸人 一出去讀理工科學全部下閘 因為你習慣偷 人家不是不想幫你的 我們六四之後 九十年代開始 就希望透過一個經濟改善 結果你真的是科技學 掌握了科技 你用科技來做什麼 更加掌控人 這件事情人家在文明國家 普世價值 自由民主 法治人家的國家 看到是不是未然的 你現在是屠窮卑現地 這樣赤裸裸去搶別人的東西 搶一個根本由之中 不屬於你的東西 什麼台積電是你的? 什麼時候是你的? 就是方天下之大謀 就是這些說話 如果由一個胡錫上說出來 大家笑一笑 當他無知 因為胡叼盤大家知道什麼事 他是隻狗來的嘛 一個盤扔出去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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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就是大陸的人才去到哪裡 還有你也看到一樣東西好笑 我們輕鬆一點看 大陸的經濟人才可以是這樣的腦筋 這樣的腦筋 你說那個經濟會不會好呢 就是你用幾個角度去搓一搓 換一個角度去看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 離譜到這樣的 當然啦 既然這樣擺明居馬的話 你肯定會招致呢 就是美國更加提供 你既然這樣說得出聲就OK咯 那就派多些軍隊來保護台灣 甚至很老實講 你既然說得這麼明顯 人家更加明顯一點 既然你這麼動的說話就說了 就行了 基隆和高雄 長期派美國軍艦長期駐守 那你怎麼樣呢 打不打啊 啊 整天一天到刻講打講殺 就是 你以為是分別裂 就是成吉思汗時代 用馬刀去討公義討和平 你證明自己有多強大 這個時代過了 真是過了 啊 成吉思汗啊 就是和蒙古人啊 我們只是看到呢 被他屠城的子民那種顛配流淋 那種慘況 血流成 一個文明 一個一個的文明 被摧毀 就是我看不到有什麼先進的生產力 不好意思 我真的看不到 就是用今天的眼光的角度去看回歷史就是這樣 在馬刀之下 何來先進生產力 現在是文明的社會 什麼東西都要講道理 講清楚 不要把口說 要身體力行 就是 我真是想不到二十一世紀 還有些人這樣提倡 我們要強大見到強大 透過侵略啊 透過搶啊 透過打啊 去拿回來 不是啊 靠遠實力 很簡單 你看遠實力 看最近的英國 英女王登基70年 舉國寬騰 舉世拍手掌 無論你贊成保留皇室制 反對皇室制的英國人 他都不得不佩服英女王 這個就是軟實力 單憑英女王這個皇室在這裡 每一年就為英國帶來一百億英鎊的外匯收入 因為很多 又是很漂亮的 很多遊客去到英國的話 就是凡是皇室的logo啊 英國那些東西 就是英國的顏色調得很漂亮的 就是他買了很多這些 而且很貴的那些東西不漂亮的 就是 你想一下 就是那些旅遊啊 就是大家很喜歡看一下 呂王的風采啊 還有呂王作為一個 一個象徵 一個言論自由的象徵 所以他最沒有言論自由的那個 因為他要謹然信任 就是不得莫理這樣啦 就是大陸的抉擎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 一個國家的強大 一個國家的強大 不是靠船堅炮來這樣簡單 而是靠國民的質素 對世事的認知 對身邊不公義的堅持 堅持平反 就是堅持公義的精神 還有對小動物 貓貓狗狗的愛護 就是很多的標準去判斷的 不是單一 我有槍我有炮 我在外太空又射三個太空人 在外面怎樣怎樣 我們看到的蘇聯圍 聯合號太空船 太空站 蘇聯 最長的那個 好像在外太空六百幾天 不知道六百幾天 八百幾天 我忘記了了 就是彰顯這個太空實力有多強 太空實力有多強 結果 你跟總統一句 我們搞升戰計劃 現在的俄羅斯 現在的蘇聯 退不回 就是大家知道這些 這些是荒誕的 我們今天看到大陸 在太空科技上 走著老蘇聯那條舊路 你用這件事情 就想告訴別人 我們科技有多強 但我們去到外太空 怎樣怎樣 他們永遠 那些大陸人 永遠永遠 不反省 反思一件事情 美國在五六十年前 六幾年已經 上過月球 為什麼 五六十年去停頓 再不上月球呢 為什麼不思考這個問題呢 為什麼呢 揮到賽跑去 撩在雙手吃著雪茄 等你去上 可能美國都發現有火行風 有蜈光 有肉桌在搞藥 蜈光在搞棍樹 是不是這樣 等著你中國人上去 認分月球自古以來是中國的 是不是 不是啦 美國已經不斷去到外太空 去到冥王星了 好像無邁加西亞太空船 現在是 籌病人已經登到火星了 已經 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中國去到火星了 人家聽清楚人家說的是登陸火星 不是去過火星 聽清楚 就是我覺得 就是很多事情思考的 就是要獨立思考 想回頭 而這個在海軍的發展上面 很明顯很明顯 大陸現在正在走一套 就是 當日日本聯合艦隊 三母五十六 在走一套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就是你看看 王毅出訪 太平洋濕國 我早就已經說了 沒有這麼簡單 美國、澳洲、紐西蘭那些 不要輕易放手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一件事 除非你的海軍勢力 你自問 有本事 在這個太平洋諸島 是可以跟美軍搖壽瓜 但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你不要告訴我 你是靠那個麥元號 張元號 再加上003 那隻好像海南 海南島號 海南雞號 就是你 你想著這三隻恐怖艦 跟美國那些恐怖艦 戰鬥群去打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勝算 就是比北洋軍 滿清、李鴻將北洋艦隊時期 當時北洋艦隊是亞洲最厲害的 敦偉 結果日本一樣贏 為什麼呢 整個質素嘛 整個很多是配合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在開戰之前大家以為螺絲很厲害 結果一打下來 連黑蘭都打了一百多天都打不成 那大家看穿了 現在去到戰場用回一些古董級 博物館級 T-12坦克 去做主線坦克 那你看到什麼事呢? 就是你竟然今天還用窮兵俗暴的手段 作為一個國師級的什麼女人 就是不知所謂到極點 盛一哥啊 打台灣打不打就不知道了 但是現在都看到中共的空軍 在南海 東海 才會這樣挑戰澳東和加拿大 但是他口氣都還挺硬的 OK 我剛剛講完海軍在南太平洋 就是在南太平洋 其實空軍呢 過去這幾天呢 就是很勇猛 分別在中國的東面 東海那邊呢 就和一架加拿大的軍機 非常接近的飛行 非常挑釁的行為 最近距離好像去到六公尺 六公尺非常強 飛機上面非常非常近的 還有好像噴那些 反飛彈的鋁箔出來 這些是非常危險的 鋁箔如果捲到那些 加拿大的鋁箔 他覺得是監察機的 那個引擎裡面 馬上那個引擎會燒毀的 就是很危險的 在高空你做這些 飛機前面做這些動作 非常非常危險的 幸好加拿大的機師 那些反應運節 就馬上 就是調轉方向 是避了那些鋁箔 那些東西 再加上在南海那邊呢 也都有同類情況 不過是對澳洲 P8的反潛機 首先說一下 加拿大的機 是在執行聯合國的任務 聯合國的人務 是監察北韓有沒有去偷運那些貨物 因為它是禁問嘛 給聯合國禁問 有沒有偷運那些貨物出口 就從…就是 報回上聯合國做報告那樣的 我老實說 人家在做的是聯合國的任務 你都是聯合國 你會必然成員之一 那你就知道人家在做這些事情 你竟然在這個時候還派機 出去那樣去佼佼鎮 就是挑釁它 你保住北韓 保住北韓 你都不用這樣去做吧 就是 在南海也是這樣 對澳洲也是這樣去挑釁 但是 胡錫進 還有國防部 就是打到國防部又說 喂這些 你進了我們去領海範圍 等等 我們隨時會怎樣怎樣 夠強硬的話 就是 就是 你夠膽來的 我們夠膽 夠膽趕 就是 他把南海私有化 這件事已經是違反了國際法 因為南海在國際領頭那裡 已經判定了國際行動 不是屬於中國的 當然是中國人的 怎麼搞的呀 自古以來是我們呀 我們在九段線 國際法不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爭論這個問題就是 首先你了解國際法說什麼 這個題目我不講了 因為很長篇的 不是說你今天有隻南 這樣過去 你說南海 南中國海 不是我們中國的是什麼 如果是這樣整個印度洋 就是印度呢 是不是 菠蘿的海 不是屬於菠蘿 真的睡醒了 了解一下國際法海域的定義才爭辯 判了的啦 幾年前 如果你想加入國際的話 你就必須遵守國際法 你說國際法都中國不利的 不遵守 輸打贏要 沒問題的 我覺得真的沒問題的 海軍實力救不就行了 結果人家現在歐美國國民民國家的戰艦 不是十一國的戰艦 沿著南海 在台灣海峽穿過去呢 就清清楚楚話給你看 自由航行權利呢 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要動手呢 就跟十一國國家動手呢 就是現在擺明居民地跟他們說的 這個是主要的貿易行動 如果你不讓人走南海 或者你走南海要收過路前的 你想著用這種方法的話 人家回應的方法也都非常直接 現在擺明的啦 就是我剛才說的一句呢 那你的海軍是不是有本事 十一個國家打呢 不單止美國的啦 你就是 還有英國 法國 德國 西班牙 印度也來了 那些國家一起掌握的喔 在亞洲不是只有你有航母艦喔 印度有 泰國有 泰國有航母艦 用來給泰王做花船而已 就是人家都有航母艦 那怎麼辦呢 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偉大祖國和印度啊 關係挺好的啦 挺密切的啦 就是 兩個呢 已經是用羅拉帆在邊境呢 借過了鑊的嘛 就是 你想一想到的 就 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他還這樣做呢 就是周圍挑火頭呢 我的判斷啊 這件事情 就跟中國的內政有絕大的關係的 我們中國歷史上經常說嘛 當內部的壓力 太強了 對自己不利的話 當政那個 華治那個 受到權力失能挑戰的話 往往會採取一些方法 挑起外征 第一 將我的注意力轉移 第二 透過外征 就宣洩軍方的實力 握在我的手 就叫國內的挑戰者不要亂來 現在國內有沒有什麼事發生 實際上真的有 又真的有啊 現在出了幾段新聞 等一下會講到的 習近平那個權力就似乎 現在講到揚揚揮揮揮揮 李中堂 李克強總理呢 就一直在挑戰著 甚至說什麼理上集校啊 哦 會不會 會不會啊 今上呢 就見到這樣細色不對啊 有些心裏面有些哩哩弄啊 不是很舒服啊 不要啦 就趁加拿大機飛過來 澳洲機飛過來 你出去出去 撩一撩 但是千萬不要撩美國 因為美國講明了 已經公開講明了 再有同類事件 你一飛近的話 他就用戰鬥機打你 他講明了 美國已經講明了 澳洲 加拿大那些 他的空軍沒那麼厲害 他不敢亂來的 澳洲的我們還可以克服 他那些可以克服的 就是此之簡軟的鏈 他就說 哎 出兵去 嚇一嚇他來 說什麼 說什麼 就是挑起一些什麼外徵 說給李中堂這幫支持者聽 哎 渣裝的依然是我 什麼什麼的 就是軍方還是聽我的 就是這種意味 不可以說是很濃 是有這種意味 我個人覺得 啊 就這樣顯示出來 但是這些事情呢 就可一不可在 就是如果你不斷去玩這些什麼呢 就挑起你 除非你只是夠膽把他打下來 你親密領空 不用一聲把他擊落 除非你夠膽 這樣不斷去挑起呢 遲早就 人家又做一個這樣的聯盟 也都不要忘記 啊 有一個ACROS 日英 啊 不是 美英澳 有一個聯盟在裡面的嘛 有一個軍事聯盟在裡面的嘛 現在是 整天想拉攏日本 拉攏日本的滑骨 和韓國的那條防線就固定了嘛 第二階段 再拉到台灣進來嘛 已經不怕得罪你 如果去到這一步 就是這樣包圍網進來的 就是這樣人家也可以升機來防衛的喔 你又這樣去挑釁就兇錢啦 就來一個多費啦 就是人家在質問聯合國的任務 你去干擾的話呢 這些一定是 文明一點就去聯合國那裡解決啦 投訴啦 因為聯合國也是很多大陸裡面的很多那些什麼小帝國啊 很多什麼年輕人呢 看一下帶頭的那樣 所以 也都會牽涉到這件事情 這九二九支也都會影響到聯合國 一定會探討會不會重組 現在已經在吵著了 已經在吵著了 因為丐幫太多了 對那些文明國家都覺得 喂 那麼不公平 那麽是的 而且他們不公平 像現在聯合國在紐約那邊 經費很多人美國出的 川普那時候已經講了這個問題出來 錢是我出 但是你理由不幫忙撐 有什麼事撐他 那不如不玩啊 我們退 即是川普就直接一點 因為拜登畢竟是搞外交的老手 站在那裡 在聯合國跟他撐過 爭過 那麼這個兩體啦 就真是 老實講 你無法跟他爭的 如果根據現在的現象 真的無法跟他爭的 川普當時那個說法呢 就說 我們自己再搞一個有錢人俱樂部之類的東西 這些窮國 這些聯合國 甚至把我們趕出美國 哎呀 你們在廣州搞好聯合國好 我們來 我們搞另一個國 即是 可能世界民主同盟 川普時代已經吹牛搞這件事情了 是不是呢 所以說 你這樣久而久之 再利用這些什麼 轉空子 在一個國際上的轉空子 再是這樣去玩這些的話 會招人來反感 招人來反感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這些不是一個 建立在世界人民的角度中 我強國 絕對不是 你強得過當年的希特勒納稍德國 和日本的關東軍 即是大東亞共榮 即是口號多響啊 對不對 真是 結果去你下場是怎樣的 即是這些老奴 明知是錯的 那何必行呢 是不是 即是 有隱憂的 但是呢 你不斷的挑起事端來證明自己強大呢 我覺得真是毫無必要 現在還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習近平二十大的年人 現在還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習近平二十大的年人 會不會影響到決的這不來